大家好,我們是Stevens Crypto 這個開頭的Stevens Crypto 睽違了一年半 我們上一支影片是在一年半以前 對啊,因為熊市也沒有什麼好分享 因為什麼項目都不賺錢嘛 都在一直跌 不過最近感覺是ETF的新聞 有讓這個有點牛市的這種感覺 所以想說可以回來拍一些 今年我們覺得有趣的項目跟大家介紹一下 所以聽說你最近賺了不少 沒有啦,之前DFK跟大家一樣都沒有賣 然後也是虧蠻多 但是就在低點的時候前一陣子有接一些 所以現在就也還不錯 因為DFK也漲了個五六倍嘛 從低點到現在 之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近的那個 Portfolio 哇,你真的信仰真的是十足耶 是,就是我是喜歡看基本面啦 但是我知道就是價錢沒的時候 沒有人相信什麼是基本面 除了DFK以外呢 其實有在關註我們IG的朋友 有發現我們最近一直在推 Store Chain 也就是RUNE這個幣 那之前有想要拍影片跟大家介紹 但是它一直漲 那怕介紹給大家 它大家買在高點反而賺不到錢 不過它最近有回調 然後有好好在這個支撐 就是Support and Resistance上面撐好 那只要比特幣如果沒有太慘的話 它應該不會下去 不過大家還是要小心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這支幣 為什麼我覺得在這輪牛市還不錯吧 Let's go 大家之前都因為FDX的事件有受傷 然後虛擬貨幣市場也會這樣暴跌 我們去追究這個問題到底要怪誰呢 其實還是要怪人性 其實我們不應該怪虛擬貨幣 那FDX是屬於一個中心化的交易所 那在目前這種虛擬貨幣沒有嚴格規範的情況下 中心化機構常常會亂用客戶的資產 那Sam就是把大家資產網道爆掉了 買豪宅 買豪宅嗎 幫幫幫買豪宅 所以他用大家的錢孝順父母 蛤 那你FDX 用我們的錢孝順父母 用我們的錢孝順父母 對 那所以我們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呢 其實我們是需要一個很強大的一個 去中心化交易所 可以讓大家來放心交易 而不是大家都很熟悉 not your keys not your wallet 對不對 所以你放在中心化交易所 就是有這個錢會有被人家玩不見的可能性 嗯 那現在大部分的去中心化交易所 像Uniswap Oneinch 或甚至是我們喜歡的DFK這種 它都是在EVM上面 然後交易幾支鏈的這種交易所 它並沒有交易到大家買最多的比特幣 不過你要在上面買比特幣這種東西的話 它常常是那種合成資產 像WBTC這種東西 不過在現在虛擬貨幣的這整個市場 比特幣還是最大宗的情況下 就是這些DAX並不能夠滿足很多人的需求 很多人還是想要交易比特幣 而Thorchain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去中心化交易所 讓大家可以在不同的鏈上交易原生資產 所以像比特幣啊 以太幣甚至是Dogecoin AVAX DASH 這些不同的鏈呢 大家都可以藉由Thorchain在上面交易 所以我覺得它是現在所有的 去中心化交易所裡面最厲害的一個 因為它能夠滿足的需求 應該是最多的 所以呢 我覺得有了Thorchain 就可以解決像FTX或Mongox這些 中心化交易所 所造成人為的悲劇 Thorchain除了是個跨鏈的去中心化交易所以外呢 它還有幾項其他虛擬貨幣項目還沒有的創新 那因為它跟 UNISWAP一樣是去中心化交易所 所以它也有Liquidity Pool設計 那它第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呢 就是它發明了Streaming Swap 什麼是Streaming Swap呢 一般在傳統金融裡面 我們可以稱它為TWAP 也就是分時委託 那利用這個長時間去做交易的這個 呃 時程呢 我們在這個時間裡面把 每一個交易點位 比較便宜的這個價格給抓出來 然後去做交易 所以呢 常常 不知道什麼時候買的人呢 或者是 呃 不想要 現在買的那個手續費啊 或者是買的不好價格的人呢 就可以用這個Streaming Swap或者是TWAP 去做這個比較長時間的Trading 去達到一個 比較低的Transaction Fee 以及比較好的一個 Exchange Rate 所以 Sword Chain因為做了這件事情 它的交易費呢 比 Binance啊 Uniswap啊 就是各種去中心化 中心化交易所都還要更低 那這是它的第一個有趣的特點 除了Streaming Swap以外呢 它還有一個超級厲害的一個借貸系統 也就是你在Sword Chain上面做借貸的時候呢 你並不需要付利息 然後呢你在上面做抵押的資產呢 也不會有被 因為它資產的價格跌 而去遭到清算的這種情況出現 那你常常在AAV啊 或是傳統的交易所裡面 你要是去用比特幣或是以太幣去做借貸 他們要是跌太多的時候 有時候你的這些錢就直接被做清算了 那在Sword Chain上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你只是你不還錢 你就永遠拿不回你的幣 那是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第三點 因為Sword Chain它就是也是有LP池嘛 然後它又有Streaming Swap的這個設計 所以呢 在這個長時間的這個交易裡面 它都可以在最好的交易點位幫大家做交易 同時也可以讓放LP池裡面的人呢 拿到最大的收益 所以Sword Chain這個Protocol它很特別 就是越多人用呢 它的EAL越高 它的APR越高 吸引越多人進來 它的幣價也會漲 那很多人就會問說 為什麼它的幣價也會漲呢 這我們以後再 有機會再跟大家做詳細的解說 不過 基本上來說呢 就是Ford Chain的幣價 有一部分的錢是掛鉤於LP池的價值 所以當LP池的價值 越來越高的時候 它的幣價也有可能會增高 對 但是它也還是有這個 speculated price 就是看 有哪些人還是有在關注它 然後去買它 所以 它還是有可能會因為 很多人賣它的話 幣價去下跌 但是要是比特幣 或是以太幣的交易量很多 在Sword Chain的交易量很多的話呢 Sword Chain的幣價就會上漲 所以這個LP池 越多人投錢進去 它幣價會漲得很高 但大家把錢拿出來的時候 就是人踩人嘛 就是幣價也是開始掉 對 所以它雖然有這個飛輪效應 讓幣價 讓大家在用它的時候會漲 但是大家不用它的時候呢 它也有可能會進入這個死亡螺旋 所以這個Liquidity Port 照你剛剛講的 它幣越高 越多人用 越多人把錢放進去 它的幣就越高 APR就越高 對 然後幣價就會漲 但是它跑的時候也是人踩人 就是 錢一直出來就一直跌 對 要是大家把錢從LP池拿出來的話 因為我剛好說幣價跟LP池的價值有掛工 所以它幣價也會跟著一起下跌 那像這一次的這個回調呢 我在推特上面看好像就是因為 他們這個新的升級 讓AVAX不能交易 就有點當機 所以就一堆人把錢從 AVAX的池子裡面拿出來 所以它就從 7點多塊錢跌到5點多塊錢 那也是因為它有跌 所以我現在才拍影片跟大家說可以買一點看看 懂 好的 本頻道 秉持著 佛系經營的理念 回顧了 一年半 一年又 一年半 我們又重新產出一支影片 對 那之後就是 有真的覺得好項目 就是可能可以上車 的時機 我們才會就再介紹 對 因為上一次這樣暴跌我們也怕 我蠻怕的啦 但我覺得你真的還蠻有信仰的 對 我是信仰者 我是基本上就是放在那邊 我就不去看他了 嗯 就是 沒賺到 太太太太難過了 對啊 所以也不太能夠亂分享 那我們之後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就在針對sort chain 就是介紹一些它更 細的一些細節啊 以及它的操作是怎麼做 好 好 那 如果我們有空的話就 再見 我們的影片純屬娛樂 絕對不是投資建議 請想要加入的朋友 自己做好功課 了解財務狀況 才決定要不要加入 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 我們的社群平台 現在也有discord跟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大家都可以在這些平台 跟我們做互動 我們也會不定期的舉辦空投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